各位觀眾,感謝持續收看 奇哥達哥奇大這一家 那今天2020年的8月28號 現在晚上9點鐘 那今天星期五的晚上 剛剛週五奇哥報報已經去分享過 迪暗我明的一個分享 在我們奇大這一家 如果覺得有想聽的 可以去奇大這一家去聽聽看 奇大這一家我們有做分享 那會分享迪暗我明是因為 生活奇哥今天要講的一個主題 是館長陳之翰 那祝他早日康復啦 因為今天早上凌晨2點多的時候 因為各位的館粉們應該 有點讚、點館長臉書的 應該都會收到訊息 就是直播 因為他凌晨12點多 1點多在直播他的運動直播 那運動直播完呢 但是發生了一件 有一個某男子 現在新聞報很兇啦 就是有某男子去賭他 開了三槍 讓館長中了三槍啦 那整個新聞報到一整天下來 現在每台新聞都在報 館長 實際上 中 中彈的事情啦 那今天 那個 奇哥 這邊也是 看到我們的熱門搜尋 第一個排行榜也是一樣 館長 第一名也是館長 你看五十萬 五萬 兩萬一萬 因為我剛 以前到現在我都跟玩家講過啦 其實我們現在針對的是台灣的一個熱門搜尋 所以在台灣上面 目前最最最最熱門的就是館長 為什麼 因為他很多東西都站在 我們 一些客戶的一些想法上面 就比如說 他賣的東西很便宜 他做的東西很棒 他又幫助台灣人 什麼東西都做台灣字 所以今天也傳出蠻多一些文章 文字蠻有趣的 就有人講啦 館長 館長精神 要請他傳承什麼精神 就有人到處在傳 那今天 生活奇哥大概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說 我們今天有看到一些 相關的一些新聞 來做一些導讀 那他的新聞的話 應該是在PTT上面 傳承的一個精神 那他們最最最經典的 我覺得最好聽的 就是念給觀眾朋友 好聽就是 古有關羽刮骨看春秋 現有館長重擔開FB 我覺得齁 那個網友們真的很會很厲害 很厲害 真的 館粉們還有網友們真的很厲害 人家想鍵盤殺手 恐不愧是鍵盤殺手 沒有啦 鍵盤的文化真的很厲害 他們可以寫出這麼多的一些 有意義的一些文章來 那說實在 今天整天新聞都在報館長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一樣還是 照我們每天的直播方式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找最新的兩段新聞 來給各位觀眾朋友看 一小時以前的跟 跟我們中午以前的 各位觀眾朋友 我底下都有做連結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要去看更詳細的內容 可以來看一下 那剛好這邊廣告 林圓買房的 這我之前也有分析過 各位觀眾朋友有興趣的 可以去參考看看 林圓買房 怎麼樣合法 林圓買房 有興趣的玩家 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我上次的分享 那OK 那台灣槍擊 網紅館長陳知翰 知腳 對 館長的 手腳中槍齁 立於7小時 手術成功 23歲 遺犯 遭生押 那剛剛最近新聞 他要被轉移 別的地方的時候 被一群管粉打 現在我上面都是看新聞 小如晚上好 等於一群管粉 堵 那個23歲的嫌疑犯 現在直接被人家打 真的 很無奈啦 其實我常跟 觀眾朋友在聊天 就是說 你要做一個名人 真的很難到 很難說不會招惹到任何人 如果各位朋友可以去翻一下 以前的歷史 有翻過蠻多的 像 塞阿嘎最紅的 也是被打過 對不對 以前諸葛亮 也是被人家槍擊過 各位玩家 如果真的有去看一些 歷史的一些新聞 你會發現說 其實啊 人紅是非多啦 那更早以前 還有那個什麼 很多偶像明星 他們就為了錢的東西 其實 曾和其哥在這邊 跟各位分享 其實有錢的東西 真的 很多很多一些糾紛會出現 想當初 30年前的時候 如果各位觀眾有知道說 台灣有八大行業的時候 那時候更更刺激 尤其槍炮彈藥管制 沒那麼嚴格的時候 隨便拿都是槍 所以今天整個電視的新聞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有鎖定電視台的話 全部都在講新聞 都在講我們館長陳之漢 那我們這邊還是只能 好好的跟各位朋友講 我們要符合正常的人就可以了 不要極度的偏向哪一方 因為我們常講的 極端分子會比較容易受傷害 我們不管是自己受傷害 或者是別人受傷害 總是不好的 那我曾在生活棋哥這邊 也跟各位分享過 人的一天只有24小時 24小時你怎麼去分配你的時間 尤其一轉眼看 生活棋哥已經45歲了 45歲了 那你們呢 有沒有安排好自己的未來 或怎麼樣去度過 那這邊網址有影片有分享 那這邊有一個新增內容 因為他們一直在更新新的內容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 念一下給各位聽一下 反正就是記得啦 我們要好好做好自己啦 那館長 真的是可能最近 常常講的 會遭受一些 一些人的眼紅或怎麼樣 這都有可能啦 那會如何 我們就靜待的看下去 那新聞這邊是講說 我們41歲的陳志翰 今日凌晨約2時半 2點半遭人槍擊 身中2槍 倒在林口健身房門口 那23歲男子 留成汗之後到警局頭暗 下午移送新北地檢署 那附訓後啊 身押其中一名穿藍衣服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新聞有報了 一個穿藍衣服的館長的粉絲情緒高漲 見到劉南直接衝上去 暴打 隨即被警方拉開 那這邊有些相關新聞 大家都可以來看一下 據悉啊 劉南公稱鑲竊是他朋友給他的 但檢舉追查他口中的朋友竟是死人 再加上他年僅23歲 卻有財力請到重量級 以前司法官律師郭立金等人辯父 且律師不到場堅決不開口 手機也拒絕提供專案小組解鎖 以背後有高人指點 那警方認定 疑犯犯案動機恐非單純性騷擾 訊後向法院申請 留成號積壓禁件 那像上次拆打嘎的新聞也有報出來 人家說派人去打他 不需要等5小時 只要有錢就有人去打 所以有時候大家看一看現在的新聞 真的有時候會覺得很可怕 到底是非是如何 有錢就很好嘛 所以有時候看館長在這邊分享的東西 會覺得他蠻站在員工的立場 雖然他比較說髒話 那些人說是臭人 我們常講有些粗人就是習慣這樣講 但是他沒有任何的惡意 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 我們再繼續導讀的話 前立委黃國昌今日上午公佈槍擊過程影片 畫面令人震驚 可見館長一行人 付出健身俱樂部 健身俱樂部 你看有些文章用詞 館長先上車車門打開 此時一直埋伏在附近的流程號快步走向車門旁 隨即拔槍朝車內開槍 館長重彈後 後翻滾一圈疊出車外 一旁的工作人員全來不及反應自止 發現館長倒地後 趕緊上前確認傷勢 那各位觀眾也有看到啊 他是兩隻手持槍 雙手持槍 所以人家就講了 他這一定是有受過訓練的 他還可以這樣子 從包包拿出來雙手持槍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解讀新聞 我們就只能繼續看下去 那也有人說他是預謀犯案 很早就在預謀準備好了 就是把一些劇情套在一起 說他因為是解決性騷擾 才要對他開槍 那一把槍現在有人講了 一把槍要50萬 那麼簡單隨便拿得到 那這邊中槍的一些故事啊 今天早上如果各位有看到的話 有興趣可以這邊看一下 那這邊現在我們最擔心館長的問題 就是他的一個粉碎性骨折 蛋頭卡在腿內 右大腿粉碎性骨折 那不知道怎麼樣的粉碎法 以我之前做過中醫的說明的話 粉碎有很多種 有一種是一根骨頭碎掉了 還是斷裂掉了 所以很多種東西都是以後續的報導才能知道 那他從直播的畫面有很多粉絲在為他打氣 那這邊我們館長在直播的當中又講了 我中槍了 希望大家這一次如果我不幸死的話 請大家一定要傳承我的精神 一定要傳承我的精神 啊啊啊啊對不起 習慣配音 請大家照顧我的老婆跟小孩 拜託拜託大家 還有我的媽媽 拜託大家 大腿一槍 所以傷勢這樣子很重很痛 那相關的新聞我們還是建議玩家 有興趣可以點進來看一下 了解一下 目前現在新聞都在報的這些新聞 那這把槍網路上剛剛有講一次13發子彈 他可以連發 那目前收到5發開了3發 這支槍有10發 可以裝10發 那等於說他拿到5發跟開3發的有8發 兩顆子彈不見了 他們就覺得質疑有問題 所以現在 就在猜謎題 等新聞記者後續產生的時候 才會看到更多的一些後續報導 那現在只能等館長清醒之後看如何 那他現在有 這邊又有新的新聞在講說 館長的太太SFBU說了 謝謝大家關心 他手術順利也能入睡了 那現在等他修復 睡覺 等他到時候復健 看他的腳傷如何 那院方孩子 館長較嚴重的是在右大腿 因為他的骨骼很健康 加上上天眷顧 為危急生命 如果傷口沒有感染幾天內 傷勢就會更穩定 初步觀察不至於有後遺症 一般人上個月內可以回到生活正常作息 那透過積極復健半年內應該可以回到運動 載重正常功能 那因為館長不算一般人 應該很快我們就可以在直播節目 繼續看到我們館長 在跟大家談天說地了 那館長陳志漢 本名陳詩漢 身高1.8米 體重115公斤 直率感言的風格 加上一身壯碩的肌肉 讓他在網路上有許多粉絲 粉絲專業 飆悍有超過121萬人追蹤 網路聲量極具分量 可以說是台灣目前最知名的網紅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我們第二段新聞 第二段新聞這邊的話是瘋傳媒 瘋傳媒這邊由 由他們的一些分享出來 是館長中槍不忘現場連線是直播成癮 問號 網站聰明選擇分析背後原因 那我們來看一下 網路紅人館長陳志漢 今天28日凌晨遭人槍起 當場倒地送醫治救 不過館長中槍後第一時間 吩咐下屬開直播的舉動引發討論 但是我個人覺得 他開直播也就是救護車來了 救護車來了 所以你們以這樣去分析 又會考慮到 他基本上也是一陣子才會開直播 你中了槍之後 他再開直播 救護車都來了 你就可以看救護車是多久 所以引發討論 有網友質疑說 館長連中槍也要開直播 簡直是直播上癮的表現 但不少網友留言聲援說 只朝夕後開直播其實是明智之舉 除非可以純正 還可以降低繼續被攻擊的機率 那對館長中槍倒地之後 隨即開直播透露現場狀況 有網友在網路論壇 PTT實服夜訪 PTT發文指 館長除平常賣商品和談選舉 先前招人性騷擾都開直播說明 現在就連中槍都要直播 讓他質疑 館長恐有直播上你的心理問題 對此有不少網友回應 直播順便保全證據 直播可以純正 以及降低後續還有人繼續攻擊的機率 發生大事開直播哪有什麼 因為當時狀況危險 根本不知道有沒有埋伏等等 指出館長召席後開直播 其實是個聰明的選擇 除了留下錄影證據 也可以避免惡度攻擊 所以我們常講的一些鍵盤殺手 在談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都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因為他們就是匿名嘛 除非有人去抓他 他的IP位置才知道他在哪邊 就像我現在開直播一樣 我的直播是用我的網路的時候 如果發生事情的話 中華電信那邊都有記錄 那警察也可以隨著IP找到我的位置 那我們就要做一個正常的直播 所以生活期哥在這邊 跟各位分享一些新聞 也是希望說 能夠讓自己更成長 不要讓自己沉浸在看電視 看漫畫 或看電影等等 讓自己偶爾每天充實知識 那這邊下面也有講 但也有網友表示 館長常常評論時事 雖然打嘴炮的風格 讓大家看得很開心 真的我也是看得蠻開心的 但他認為館長應該收斂一點 否則今天是四肢重擔 明天恐怕就是胸口朝夕 如果有人要館長的命 也是一瞬間的事情 其實 其實這都是人家PTT講的事情 那玩家 各位觀眾如果有興趣 可以往下去放大 來參考一下我們的 這些相關的一些新聞跟訊息 那生活棋哥 在這邊還是跟各位朋友說一下 記得訂閱 點讚 點分享 那我們就要祝福我們的館長 沈翰 早日康復 我們才可以後續看到 他能夠再繼續做直播 再繼續跟人家聊天說話 因為有時候看人家在罵 那是一種紓解 但是千萬不要以為他在罵你 剛剛跟玩家講的 我們今天對的是 事情 就像我們一樣 跑服務業一樣 人家是罵A 不是罵你 總話ABCD 也不是罵你 千萬不要對號入座 那我也常跟各位朋友在分享 你對號入座 而讓自己受傷的時候 是沒有人會去救你的 所以一定要想得開 那生活期歌每天都會找一篇文章來做分享 那待會會去遊戲搶匪那邊做一下遊戲的分享 記得訂閱 點讚 點分享 那今天的分享到最後還是一樣 祝福我們的館長 沈翰 早日康復 早日看到他的直播 謝謝各位的收看 謝謝 掰掰